林常佐的罢免案第二連署的門檻有多難 必須要達到當地選舉人數的10% 如果以2020年北市第五選區的選舉人數244748人來看 這個連署的部分必須達到2.4萬份 然後同一票預估應該要6.1萬張採算通過 那麼接下來PTT的網友就這樣看 很多人認為在萬華區絕對碾壓比3Q還慘 還有人認為越北部芒果乾的作用越有限 有網友認為萬華超綠但不等於支持林常佐 那麼林常佐他在被3Q之後 今天跟陳柏惟也見面了 他還說不捨陳柏惟 但是最後沒想到反而被陳柏惟安慰 他說會嚴肅的因應罷免的問題 3Q過後現在呢林常佐是否危險了呢 我們10月9號的時候呢 這第二階段的連署書已經送到了台北市的選舉委員會 一共蒐集到了33000份的連署書 超越24000份的門檻 那麼接下來林常佐會怎麼樣呢 他說他全力隱隱因為各方還有很多矛盾的意見 那麼之前呢也曾經被提罷免的高雄市議員黃傑 倒是低調的表示這就是民主的結果 民下一個的對象的話我覺得不太適合來說這個 那對我來講就是這個全力的把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做好 那並且把應該說全力的把我們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 那如果說這個罷免的審查在二階的時候真的通過了的話 那我們也全力的來因應 既然已經 因為其實罷免的這場選舉 畢竟也才幾場而已 他不像是傳統的選舉本來已經有很多的經驗 所以現在老實說你說要去討論出一個什麼樣子的策略 這個也還沒有辦法那麼的確切啦 就像現在的柏惟的這個罷免的選舉才剛結束 其實各方的這個意見其實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嘛 所以到底什麼樣子的策略是最對的 我想這個還是 呃也不可能一時之間就真的可以去把它規劃清楚嘛 那但我們會非常嚴肅的來因應這個問題 雖然遺憾但也必須尊重這就是一個民主的結果 所以現在其實很多人在討論說是不是要修門檻 我自己會覺得應該要大家要尊重這個制度啦 遊戲規則是長這個樣子 大家就是接受這是人民一票一票投出來的結果 那我覺得這就是民主的精神吧 那只能說我們看到的是台中中二選區 這個地方有很強大的傳統的勢力 嚴加的勢力就是在這邊 大家必須要接受這件事情 如果我們希望讓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價值可以在這裡被發揮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更努力 就是唯有更努力更勇敢 然後繼續的讓這個地方可以認同 那我希望是接下來因為還有補選 那補選也不要放棄 我覺得好的人選都還有很多 3Q過關之後呢 陳柏惟被罷免成功之後呢 有人就酸蔡英文是不是豬隊友呢 好在這個議題之前我們先來看 好陳柏惟呢他有多不會做比喻呢 他以往呢就有曾經很多次說錯話的例子 這一回呢他又把3Q成功比喻為像是打棒球比賽一樣 他說呢只差一支安打就逆轉 會輸就是找不到安打 你覺得這個比喻恰當嗎 如果你覺得適合你幫我加一 你覺得這個比喻把罷免立委跟棒球比賽拿來比喻 很不恰當你幫我加二 聊天室等一下來看大家的意見 再來呢他昨天又說了 蔡英文不是我們的隊友 講到這句話我相信呢 綠營應該覺得很傻眼吧 因為先前蔡英文呢才下了這個指令 大家還在說綠營全面要來護陳柏惟 今天被3Q之後 他說蔡英文不是我們的隊友 什麼意思呢 陳柏惟當時回應說我們就不是同一個黨啊 這是牽托 結果呢沒想到今天他馬上又翻盤了 我們來看一下陳柏惟的臉書 好馬上呢又發了一篇文說呢 不是隊友是友隊又在凹了 他說呢蔡英文不是台灣激進的隊友 他說不是我們這一隊的 但是呢現在又回過頭來說不是隊友 但是是友隊 又想來跟選民玩文字遊戲嗎 他說呢蔡英文是台派聯隊的大隊長 那他這個就牽托啦 牽托牽托沒有沒有 這個是蔡總統是我們 賴打席上面有一個這樣子的角色 可是不知道他今天的狀況 不能這樣講啦 但是就是他不是我們的隊友 他不是我們這一隊的啊 大家都一直覺得為什麼民進黨 沒有不來幫忙或幹嘛 問題我們就不同政黨嘛 做人的基本道理 你跟朋友 你至少也是要以理相待以臣相待 大家有機會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覺得對的事情 所以我們最後兩個禮拜真的那個黨機器轉不起來喔 你一個人來我要有人跟你聯絡 對時間地點要幹嘛 我就要一個人坐在辦公室 然後我要另外一個人來的時候我們要安排什麼角色 我要另外一個人坐在辦公室 我們基金黨不是一個幾百幾千人的政黨要砰這一場 我只有25個助理耶 我還有國會的質詢要做 有地方行程要跑 早上要送阿兵哥 晚上要去林里之間跑活動 我們的問題是最後十天 最後兩個禮拜根本那個機器砰不起來 好很多人可能想說他終於講完了 好來接下來我看一下聊天室裡頭 盧樂宇加二 大家覺得比喻不恰當 黃泉民路國的會贏還有陳春照也都是這麼認為的 還有我們的張明權也是認為呢 他比喻呢把罷免比喻呢 說什麼差一支安打就是逆轉 這樣的比喻非常的不恰當 聊天室裡頭感謝大家的留言 繼續留言我們都會看得到 記得要跳出聊天室幫我按個讚音源 接下來我們繼續看 民進黨先前才請全黨之力要來搶救陳柏惟 結果沒想到呢最後被他說不是隊友 那麼蔡英文呢在最後關頭還曾經喊話力挺 結果沒想到反而呢衝高了投票率 網友因此呢就去蔡英文的臉書啊 PO文還感謝蔡英文的力挺 讓陳柏惟的罷免案成功闖關 現在可以感受到民怨沸騰 現在呢蔡英文在黨內也面臨跛腳的壓力 現在藍營呢要來備戰延藏賽 就是四大公投 希望呢立委補選跟年底的四大公投 視為明年九合一大選以及2024大選的前哨戰 現在呢朝野的攻防等於是提前展開了 國民黨開始呼籲呢霸場綁公投 用公投的選票對蔡英文投下不信任票 立委陳柏惟成了第一個被選民罷免的立委 罷免團體也出動三台宣傳車在選區打謝選民 另一頭吞了敗账的陳柏惟也在跑卸票行程 而在這之前蔡總統第一時間就致電陳柏惟 本來是要加油打氣卻遭到網友加碼洗版 至於他什麼人都挺兆桃 也無所謂道德觀真是不可思議的地 怎麼高雄出事時反而成了神隱少女 難道柏惟被罷免比46條人命還重要嗎 陳柏惟都是因為在立法院支持你蔡英文的政策啊 所以被選民討厭被選民唾棄 對蔡英文也是一個警告啦 對民進黨也是一個警告啦 選前人民最大選後民進黨最大 這是對蔡英文的不信任投票 對蔡政府不信任投票 選前最後關頭蔡總統立挺 民進黨請全黨之力複選 立委罷免案成了藍綠對決 英倫首戰之後還有更重要的延長賽 除了立委補選之外 在野黨也力推年底的四大公投 綁臨場左罷免案 更讓民進黨嚴正以待 前哨戰喬喬K打 行政院長蘇貞昌談公投 明明是核四商轉議題 卻說這才是缺電的主因 也哀哄根本是顛倒是非 民生 經濟 工業都要用電 最後反對花電 還要重啟危險的核事 怎麼核道理 民進黨錯誤的能源政策 才造成台灣今天的問題 結果民進黨不知悔改 還要不斷的用各種話術 各種謊言來欺騙社會 我覺得年底的四大公投 一定要給他過 蔡政府若繼續無視民意 無心檢討 恐怕接下來要面對的 只會是另一波 民怨海嘯記者黃明君許光號 SNG小組台北台中報導 感謝方俊生寶寶的斗內 綠黨的民主就像跳恰恰一樣 霸函就是往前一步 霸3Q就是退後一步 他說綠黨真無恥 林姓立委不要再廢話了 接下來感謝方俊生寶寶 今天下午5點鐘到5點半鐘 正沒看世界 聽一針解讀國際間的大小事 下午5點鐘我們直播線上見 再來是我們的一個中天的好朋友 張老大 他說為了要慶祝罷免陳柏惟成功 他特別贊助了780份的雞排 請選民選區的民眾持 我們帶您來看現場的狀況 就是要打臉蔡政府 就是這段期間 就是投下蔡政府的反對票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要罷免下 只會講抗中跑台的政治人物 只要論述講不過人家 理由講不過人家 沒有做事就用一個抗中跑台 這幾句話 就想要當政治人物 我們都要把他罷免下來 非常的感動 而且這個雞排是給台中的所有的觀眾 沒有分藍綠 就是一個民主的雞排 而且今天是光復節 剛好就是今天這樣子 然後就用光復台中來形容吧 他們用什麼方式光復高雄 我們就用什麼方式來光復台中 我們就用光復台中的第一一點 照片中的含水 我們就用光復高雄 了解 我們看到你 有什麼姿勢 很華的 好求人家 在三嬴 既然歸